今天我们结识了一位从清华毕业的大爷 咱们一起听听大爷的经历 您今天高寿啊 七十八 您年轻时候是做什么的 年轻时候也从多大岁数来 那您什么学历啊 我学历是清华大学的 您是清华大学 我当兵是在中南海 您多大您开始当的兵啊 十八岁 十八岁 去到中南海 我也说这不对 你看你不懂想你这个岁数 八三四一那是一条 你爸爸那个岁数能懂 那都是毛主席身边的应该 毛主席咱们有一个中队一百多人 你这一百多人的话 那是 就是咱们三个一块 那您是这个班 那那个班 也不是整天能见到 是 您祖籍是 我祖籍我山东老家 招兵 招的在 招的来到北京呢 在中南海当兵当了几天 四天 那您那会当完四年兵之后 那给您分配到哪 我不看是个大白楼吗 大白楼 国企吗 国企当时 做什么呢 现在又是叫做什么 叫芯片 芯片 芯片 我当时是高设计 我学校回来又高设计 您在那做的是芯片的设计工作 它的显示图细细的 就给你别的偏话 稀好几倍 是 那当时您要说设计出来的芯片 用于是什么地方的 导弹卫星 我设计这个 这些卫星还用着呢 您现在设计的卫星 还用着呢 现在还用着呢 那是几几年发射上的 二十块钱奖金 靠几千个劲 其中有一个劲 哦 是您设计的 您说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啊 也是 有钱咱们叫运气好 当兵到这儿 再也要我上学去 哦 上他们四年去 新华大学 啊 一月十九块五 有补助的 不在工资 那够监控的那天十九块五 从来没买过一件衣服 都穿当兵的衣服 这四年就这么晃下了 是 我回家参加都没钱 买花车票 在我载油要去 哎呦是 都不好意思要单位给你来补助 那会人都补助吗 补助 我回家参加都应该找单位去 那都不好意思 我找展位要去 我也不找他们 不跟他们组织找麻烦 我回来以后不是 毕业了又回来 给我打电话 换不换地方 我说不好意思 一级要不上学习 你说我踩屁股头了不合适 是啊 多大丁崔德兄 五十五都不干 因为什么不干 干的没劲给他干 一约六百块钱 一三灯工 他三灯工没用 退休没钱 北京市的三灯工才行的 你单位的三灯工没钱 那时候也啥你不光上报 您设计的卫星完了 获得了三灯工 你立个三灯工 立个三灯工 不我用 退休费没多钱 啊 那您的退休这待遇怎么样 五千多块钱 那您的确实是不高啊这个 高不高就会穿 现在也错误了 吃着喝着什么 是 比这老百姓好多了 你在弄三灯工 弄三灯工 弄三灯工 在老百姓 交了二十八年的工量 一分钱没有 上市的单位呢 交十五年 只有退休会 对 你在弄三灯工 嘿他妈 可幸福啊 我也我是弄三长大的 但是我得交工量去跟着他们一块 十四岁 活着当会计 您父亲这也是有文化的人吗 我父亲这没有文化 咱们一块这老头子呢 他喜欢穴去 一天穴都没剩过 都是自己的那是 那是交着我干这吧 交您打算吧 哎 对 我还剩没打算吧 你也不知道 把他一股的调整一下 那也都是您父亲说 小时候给您交的好好 交的好 后来以后 咱们整三对吗 不是什么 找工分的吗 您能挣多少分 我六分 六分 嗯 我也不好意思 管他几分 加了分也不少 是 我单身那时候 一年有过三千分 不如我也不要 那是很简单 我鼻子也够了 学多是十多是 是啊 那时候人都十在 那会计保管 出那都我一个人 不贪我 那您这是啊 那您这想写多少分 写多少分 别太 对 我随便写了 是啊 我都不要 那时候人诚实 也捧失 对 我从小儿元 说的奇怪 那是 对 不能说占国家便宜 大爷年轻时候 不容易 通过自己努力 考上清华大学 祝这位大爷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